连吃5天垃圾食物 居然可能让你的大脑变顿 情绪变差 疲劳感增加 还有更多可怕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偶尔放纵一下没什么关系 短短几天能有多大危害 错了 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 只需要5天 垃圾食物就能在你体内埋下慢性地雷 悄悄改变你的大脑运作模式 让你不知不觉陷入恶性循环 听起来夸张吗 我们就一步步来看看 从第一天大快朵移 到第5天大脑中招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天大脑被高爽感俘虏 想象一下 第一天中午你大快朵移 汉堡 薯条 炸鸡 汽水 应有尽有 美味让你满足的直呼过瘾 大脑瞬间被高糖高知的奖赏击中 释放大量多巴胺 你感到一阵快乐和饱足 这正是垃圾食物的诱惑力所在 我们的大脑天生对甜味油脂情有独钟 因为在远古时代 这意味着珍贵的高热量来源 可以帮助我们存活 所以当你咬下多汁的汉堡 大口灌下甜滋滋的汽水时 大脑的奖赏回路被全面引爆 仿佛收到一份大理 许多加工食品就是利用了这种极乐点 也就是最佳配比的糖 盐 油脂设计 让食物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 第一天的你或许觉得神清气爽 美食入口 烦恼暂时抛到脑后 但是大脑在享受快感的同时 其实已经开始悄悄调整 因为过多的快乐刺激 让大脑有点招架不住 它会本能的想降低敏感度来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 你的奖赏系统正在提高预值 今天这一顿的刺激太强烈 导致大脑里负责快感的多巴胺受体 可能变多或变盾 下次要达到同等满足 可能需要更多的垃圾食物刺激 短短一天 你的大脑就被收买了 尝到了高热量美食的甜头 掩埋下了需要更多才能爽的伏笔 第二天 味蕾叛变 自制力开始松动 到了第二天 你发现自己满脑子都在想 昨天那些美味 早餐刚过 就开始期待午餐 是不是可以再来点炸鸡薯条 为什么欲望变强了 因为第一天 那波强烈的奖赏刺激后 你的大脑记住了这种快感 开始主动寻找相同的刺激 更何况 多巴胺受体敏感度下降后 要得到快感 你潜意识里 会倾向吃更多或更重口味的垃圾食物 结果 第二天 你很可能会比昨天吃得更多 更油腻 才能获得相近的满足感 在这个阶段 你可能还没感到明显的不适 反而觉得越吃越过瘾 但其实 自制力的防线已经开始松动 平常你或许能克制自己 不喝第二杯奶茶 但今天你很难说 不看到甜甜圈 洋芋片 注意力立刻被它们吸走 很难抵挡 这正是科学家发现的现象 垃圾食物会让人更冲动 更难抗拒诱惑 因为我们的大脑 前额叶皮质 掌管理性决策和冲动控制的区域 需要强大的能量和专注来对抗欲望 但在高糖高脂的饮食下 前额叶的抑制功能可能减弱 我们迅速学会注意那些美味的线索 看到就想吃 而控制冲动的刹车却慢了半拍 特别是对年轻的你来说 大脑控制冲动的区域本来就尚未成熟 再加上一堆含糖饮料和零食的轰炸 更难保持理智 第二天的你也许没察觉 但克制力正在被美食击溃 注意力频频向零食倾斜 第三天 能量过山车 情绪隐患出现 连续两天的大餐之后 第三天 你的身体和大脑开始感受到一些异样 首先是能量的过山车 吃完垃圾食物后的一两个小时 你也许觉得昏昏欲睡 提不起劲 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反而累 因为血糖在坐云霄飞车 高糖高碳水的食物让血糖迅速飙升 胰岛素也跟着大量分泌来降低血糖 结果往往是血糖先高后低 跌落的比平常更低 当血糖骤降时 你会感到疲倦 无力 甚至烦躁易怒 于是很多人直觉反应是 再吃点甜的提神 于是又进入下一轮血糖飙升崩落的循环 短短三天 你的身体可能已被训练成 需要不断补充高糖零食 否则就没精神 这种恶性循环让人更疲惫 异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不只如此 你可能发现情绪也有些变化 也许心情变得不稳定 没有吃到喜欢的甜食时 特别焦躁 吃完之后爽感又维持不久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空虚或罪恶感 对小挫折也更加敏感 其实 大脑的快乐机制正在出问题 连日的垃圾食物狂欢 令大脑的奖赏中枢反应变迟钝 平常能让你开心的事情 比如听音乐或小小成就 现在都显得索然无味 因为和高糖高脂带来的快感比起来 它们显得太弱了 快乐玉子被调高 一般的刺激不够看 你会觉得无聊 甚至有点低落 同时 大脑中掌管情绪的区域 也受到高热量饮食影响 有研究发现 连吃几天垃圾食物 会改变大脑处理情绪的方式 使人对负面事件更加在意 换句话说 第三天开始 你可能更容易感到不爽 一点小失败或不顺心 就让你烦躁沮丧很久 快乐变少 烦闷变多 情绪的地雷已经埋下 此外 睡眠质量可能也在下降 高油高糖的饮食 容易让晚餐特别沉重 睡觉时肠胃还在辛苦消化 夜里你可能感到肠胃不适或口渴 吃太咸导致轻微脱水 翻来覆去难以熟睡 缺乏深度睡眠 又使你白天更疲倦 情绪更差 如此反复 形成疲劳 暴食 失眠的恶性循环 短短几天 你仿佛掉进一个状态低迷的怪圈 越没精神 越想吃垃圾 食物提振 越吃精神越差 大脑和身体都在向你示警 第四天 记忆力受挫 大脑开始短路 到了第四天 更隐蔽却严重的变化 正在你的脑中酝酿 假如这天 你需要学习新知识 或专心工作 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脑袋变得迟钝了 平常容易记住的事情 如今要反复好几遍才记得住 做事也感觉注意力患散 反应变慢 这并非你的错觉 科学家警告 仅仅四天的高脂肪饮食 就足以让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明显下降 在一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让小鼠连续四天吃类似汉堡 薯片那样油腻的食物 结果发现 小鼠的大脑记忆中枢 海马回里有一群神经元变得异常活跃 像短路的电线般疯狂放电 而这种过度活跃反而妨碍了正常的记忆形成 小鼠的记忆测试表现迅速变差 为什么高脂食物会让记忆电路失灵 原因和大脑功能有关 一般而言 我们大脑喜欢用葡萄糖 血糖 当然料 但当你持续吃高脂肪 高糖的垃圾食物时 身体的代谢平衡被打乱 脑细胞获取葡萄糖的能力下降 刚才提到的小鼠研究就发现 短期高脂饮食会让海马回里 一种特定的抑制性神经元 称为CCK中间神经元 因为拿不到足够的糖分 而改变了活动模式 结果这些细胞开始过度放电 干扰了海马回正常处理记忆的功能 简单说 大脑的记忆单元正经历燃料危机 你吃尽一堆热量 但记忆细胞却因为代谢改变而挨饿 肌不折实地乱放电 导致记忆功能表现不佳 人在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可能就像考前用功 却脑中一片空白 或者明明昨晚想好的发言稿 现在站起来却突然大脑当机 你会觉得脑袋不灵光 反应迟滞 这其实是大脑辩论的真实写照 短短四天的不良饮食 就已经让你的认知能力受到影响 更可怕的是 这种影响不只体现在记忆上 还包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 高糖高脂饮食被证明会降低大脑的可塑性 让神经元之间建立新连结的效率变差 也就是说 你适应新环境 掌握新技能的速度再变慢 想一想 才不到一周 饮食居然能把我们的大脑行为 改变到这种程度 让人不禁即被发凉 第五天 胰岛素信号被扰乱 满足感越来越低 如今来到第五天 也许你的外表看起来还没太大改变 体重可能只上升了一点点 甚至没变 但内在的变化已经到达转折点 科学家在对参与实验的年轻人 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时发现 经过五天的高热量垃圾 食物饮食 他们大脑中的关键信号 胰岛素反应出现了显著改变 胰岛素不仅仅调节血糖 在大脑中也扮演抑制食欲 传递饱足信息的角色 然而五天的暴饮暴食 让大脑对胰岛素变得迟钝了 敏感性明显降低 换句话说 胰岛素跑到脑中敲门 我们能量够了 该停止进食咯 但大脑只回应了一声 懒洋洋的胺 反应远没有平常灵敏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饱足感大打折扣 在实验中 受试者的肝脏脂肪 在五天内已明显增加 但即便体内储存了更多脂肪 他们的大脑 却没及时收到够了的信号 吃东西的满足感下降 总觉得还差点什么 对美食的渴望依然强烈 很容易就想再来一份甜点填补 你可能注意到自己食欲变得更贪 刚吃饱没多久又嘴馋 总是想找点东西嚼嚼 而当真的停止吃这些高糖 高脂食物时 你会感到强烈的失落与渴望 研究指出 当这些受试者 结束五天垃圾食物实验 回复正常饮食后的第二天到第五天 他们普遍经历了阶段般的痛苦 情绪低落 焦躁易怒 疲倦无力 脑中还不断浮现对甜食临食的强烈渴求 这些症状和药物成瘾者戒断食的反应十分相似 这说明五天的垃圾食物已经让大脑产生依赖 突然抽离时 大脑像孩子拿不到糖果般大闹脾气 要经历一段戒断期才能恢复平衡 更令人吃惊的是 即使恢复正常饮食一周之后 研究发现大脑的胰岛素敏感性 仍未完全恢复正常 尤其是在涉及记忆和认知的脑区 如海马回 缩状回 胰岛素敏感度甚至比第五天时更低 科学家推测 短期暴时的冲击 也许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 某些脑区的调节 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校正回原本状态 换言之 垃圾食物对大脑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持久 已经到了挥之不去的地步 五天就足以让原本健康的大脑 出现类似肥胖者大脑的改变 而且这改变在停止暴饮暴时候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大脑真的记住了你吃了什么 并且不像体重那样说降就降 你或许很快就能停止手上的洋芋片 但你的大脑已经悄悄被重新设定 短时间内都处在一种 可求高热量高刺激的模式中 到这里我们看到了短短五天内发生的一连串惊人变化 大脑变盾 记忆力专注力下降 情绪失衡 快乐感减弱 烦躁感增强 疲劳感上升 身体提不起劲 食欲失控 越吃越想吃 却又越吃越难满足 自制力下降 面对垃圾食物几乎毫无抵抗力 同时身体也在出现早期警讯 肝脏开始囤积脂肪 胰岛素作用变差 这些都是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的前奏 可以说短短五天 垃圾食物已经在你体内外埋下了多颗地雷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继续如此饮食下去 这些地雷迟早会集体引爆 引发更严重的健康危机 首先是恶性循环的形成 大脑对高热量的渴望增加 满足感却降低 导致你为了追求快感而吃的更多 但吃的越多 胰岛素抵抗越严重 饱足信号更微弱 结果又更想吃 这就像无底洞一样 把你推向暴饮暴食 同时 大脑记忆与理性区受损 你更难集中注意去规划健康饮食 或抑制冲动 只会一步步掉进高热量陷阱 体重因此开始明显攀升 脂肪囤积不仅在肚皮上 连器官都开始变肥 例如短期内肝脏脂肪就增加了 可想而知 再过些时日 脂肪肝会早上门 而脂肪组织和肠道 在高脂高糖刺激下 会释放更多发炎因子 全身进入一种慢性发炎状态 进一步影响 胰岛素作用和心血管健康 长远来看 持续的垃圾食物饮食 会大幅提高代谢疾病的风险 包括第二型糖尿病 高血脂 脂肪肝 心脏病等等 你的免疫系统功能 也可能受干扰 因为慢性发炎 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更容易生病 对大脑而言 长期吃垃圾食物 带来的损害 更是令人担忧 科学研究 已经将高脂高糖饮食 与失智症 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联系起来 有人形容 阿兹海默症是第三型糖尿病 说的就是 大脑胰岛素抵抗于 失智症之间的关联 试想 五天就让大脑的 胰岛素反应迟钝 如果这种状态 累积几年几十年 大脑退化的风险 难道不会大大提高吗 另外 长期垃圾食物也被证实 会抑制海马体的 新生神经元 削弱大脑自我修复 和学习的能力 并可能诱发忧郁倾向 因为当大脑 缺乏新生神经元 情绪调节和记忆功能 都会变差 而不健康 饮食常常也与 心理满足感降低 社交退缩等有关 忧郁症早上门的几率大增 值得注意的是 垃圾食物带来的心理影响 有时和生理影响 一样可怕 当你的情绪变差 压力变大时 很多人反而更想用 垃圾食物来寻求安慰 例如心情不好就想吃炸鸡 甜点疗愈一下 然而 这只是在饮症止渴 吃的当下 或许快乐十分钟 但长期看 只会让情绪更低落 幸福感越来越低 我们前面提到 垃圾食物的刺激 会让人越来越不容易感到快乐 甚至可能引发类似成瘾的机制 一旦上瘾 你的大脑会习惯性的偏好这些高热量食品 同时对清淡健康的食物兴趣缺缺 你可能觉得蔬菜水果都淡而无味 吃正餐没有薯条不行 嘴巴离不了零食 久而久之 健康饮食变得难上加难 而不健康饮食又不停恶化你的身心状态 形成一个难以逃脱的回圈 听到这里 你可能有些心惊 难道吃了五天垃圾食物 就一败涂地无法挽回了吗 好消息是 短期的影响在停止不良饮食后 多数是可以逐步恢复的 研究也发现 虽然五天的高热量饮食 让大脑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但并非不可逆转 通过恢复健康饮食增加运动 过一些时间 大脑会慢慢调节回原本平衡的状态 像之前提到的小鼠实验 他们也发现 如果在高脂饮食后 给予一段间歇性断食 让身体空腹一段时间 海马回那些过度活跃的神经元 会平静下来 记忆功能也改善了 这提示我们 人类如果在暴饮暴食后 及时采取行动 比如控制饮食热量 让身体有机会燃烧多余养分 或者通过运动提升 胰岛素敏感度 是有机会拆除这些埋下的地雷的 当然 预防剩余治疗 最理想的情况 还是尽量避免让自己连续多日 陷入垃圾食物轰炸 偶尔一两餐享受美食无可厚非 但连续几天的饮食习惯才是关键 下次如果遇上连续假期 聚会美食当前 不妨提醒自己节制 连吃重口味之余 穿插一些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的食物 例如蔬菜 水果 坚果 帮助缓解发炎 或者每天抽点时间动一动 不要总是饭后葛优摊 活动可以帮助代谢平衡 减轻脑子的负担 多补充水分 别让含糖饮料取代了白开水 这些小技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垃圾食物的伤害 总而言之 我们以为短暂的放纵 只是让体重剂的数字稍微上升 但其实你的大脑和身体 早已悄悄被改造 五天垃圾食物 让大脑经历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 快感预值升高 记忆断电 情绪过山车 食欲刹车失灵 如果继续下去 等待我们的将是健康的滑铁炉 然而 了解的这一点 并不代表美食从此绝缘 它提醒我们 要更有意识的管理饮食 当享受重口味的大餐后 要给身体一段恢复期 切勿让几天的放纵 演变成长期的习惯 毕竟 我们的大脑如此敏感又珍贵 我们希望它保持灵敏充饮 情绪稳定 而不是被垃圾食物牵着鼻子走 下次在面对汉堡薯条的诱惑时 想想短短五天内 那些惊人的改变 也许这能帮助我们多一分克制 记住 你的大脑会记得你吃了什么 每一口都在影响未来的你 我们要做的 是让这影响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任由美味的陷阱 偷走了我们的健康与快乐 最后 希望我们都能聪明选择 享受美食 但不被美食控制 远离五天变笨的魔咒 保持头脑清醒 身心愉快